谢谢大家 其实我真的诚狂诚恐 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自己交流 为什么今天 其实王立芬跟我说 一开始拍卖我的时间 这是去年提出来的 我觉得以我的时间既值钱也不值钱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谈谈我对80后的看法 我最早是在前年有一次会议上 后来是连续不断地听见 社会对8090后的担忧 抱怨 埋怨 觉得他们没有希望 是垮掉的一代 但是引起我思考的是 阿里巴巴的人 淘宝的人 支付宝的人 团讯的人 百度的人 都是80后建设起来的公司 就像刚才所有提的问题 我深为大家骄傲 我问我自己20岁的时候 能不能有这个水平 这种胆略 这种想法提这样的问题 我没有 这就是我坚信不移地认为 我们80后要比70后 60后 50后更加成熟 更加成长 更有希望 社会上很多人说 孩子们现在不听我们话 我也在反思 我们听了孩子们的话没有 80后 90后 我觉得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没有理由 权利和责任 去批判我们的产品 我们唯一有的权利和责任 是完善我们的产品 所以大家刚才提的问题 我是蛮感动的 我更加坚定地自己认为 一代胜过一代 最早我爷爷这一代 是通过报纸来了解世界 我父亲这一代 希望耳听为实 他们通过收音机来了解世界 我这一代 我们希望眼见为实 我们通过电视机来了解世界 而你们这一代 和你们后面那几代 是通过互联网 你们告诉我们 我们不希望听见别人告诉我们 我们想参与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我爷爷认为我父亲不如他 我父亲一直认为我不如他 但是我们一代胜过了一代 所有的社会都在埋怨 都在抱怨 都说没有机会 都说政府不行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们大家今天去看一下社会 你承认不承认 真正拿下数据来看 今天的官员 比十年以前更加廉正 更加能干 今天的企业家 比十年以前更能干 更承担责任 今天的大学老师 比十年以前更加勤奋 更加专业知识 今天的医院 也比十年以前更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抓出来都是贪官 企业家抓出来是像黄光玉这样 发现的教授是剽窃的 我们发现的医院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社会在进步 我们永远要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 在我这一代 我二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 我也抱怨过 跟大家一样 我父亲为什么没有地位 为什么不是局长 我舅舅为什么不是银行里的 我为什么去应聘了三十几份工作 没有一个公司录取我的 我前段时间碰到肯德基一家公司说 我去应聘肯德基 杭州公司的一个助理 也就是插盘子 我也被拒绝掉 我也抱怨过 但是平常的抱怨有什么用 我后来变成 我是那个时代没有抱怨的人 我相信那个时代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 这个时代不是我的 我相信四十岁以后 这个时代是我们的 为了四十岁这个时代 我从二十岁开始 积极地寻找社会进步的东西 寻找未来 寻找完善自己 而不是埋怨别人 找借口 谁都不去 我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交流 因为你们来 意味着每个人关心未来 包括刚才90后的一个同学说 我不知道自己未来是什么 很正常 我跟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三十岁的时候也不知道 我创业做阿里巴巴开始的时候 只是一个梦想 只是个理想 到今天为止 我越来越清楚 我要干嘛 所以我想 不知道没关系 但是要心存理想 说我会找到的 我们不断地在思考这些问题 大家说 社会到底怎么了 看到的全是坏的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 以及今天在网上的人 假如你看到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一面 你看到永远是乐观的一面 去改变自己的一面 你才会成功 我前面十年 我唯有没有放弃的是对未来的理想 对别人的关注 但是我放弃了自己很多的习惯 人就是这样 内和外 所以包括刚才问的所有的问题 我感谢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也许都没有解答 这个答案一定以人生去证明它 你觉得是对的 那去做 创业永远挑选 最容易做 最快乐做的事情 创业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你喜欢它 你喜欢这个工作 你喜欢做这件事情 那是最大的激情 最大的动力所在 如果你为了挣钱 我告诉你 永远有比你想的更有赚钱的东西 你选择是因为你喜欢 你喜欢你就不要抱怨 这世界上我们可以批判 但是我讨厌那些极左极右 中国社会不能再这样那样 而你们一定会替我们找到未来 今天中国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会出现 我告诉大家 6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 50年以前中国也有过 40年前中国也有过 600年以后中国还会有 你来到这个世界 分番多彩 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不是每个80后90后都会成功的 但是有人会成功 不是每个60后的人都会成功的 但是有人会成功 谁会成功 你勤奋 你执着 你完善自己 你改变 去影响别人 去完善社会 这样的人会成功 我不是一个成功学的人 我不喜欢看成功学 我只看别人怎么失败 从别人失败里反思 什么事情我不该去做 从别人成功之后 我在反思 也会反思 他为什么成功 我要学他的成功 还是学他的精神 所以没有什么抱怨 坦荡地看自己 做自己 刚才有说 怎么做自己 我们做自己 你问自己自己问题 我有什么 我要什么 我愿意放弃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人生到这一世 不是来创业 不是来做事业 我们是来体验生活 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 怎么可能公平 你出生在农村 盖茨的孩子 出生就在盖茨家里面 你能比吗 但是有一点是公平的 比如盖茨一天24小时 你一天也是24小时 这24小时三个八小时 八小时 你在路上走 在挤公共机车 在手路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时候需要好的朋友 还有八小时 你睡在床上 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这时候需要床 有一个好的床 床上有一个好的人 还有个八小时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那就是工作 假如你工作是不开心的 你做的事是你不爽的 可以换 千万别做 做在这个工作 讨厌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 娶了这老婆 天天骂老婆又不离婚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想每个人要清楚 世界不公平 你如果想改变它 第一告诉你不可能 第二去从政去 也不可能 只是人可以不一样 出生的条件不一样 但是人是可以幸福的 幸福是自己去找的 我以前走过 最敢说走过民工屋 城市的创业者 那些打工者 我对他们尊重 到城市里来打工 就是创业者 在我看来 我们没有区别 只是我走了这条路 他们走了那条路 每次走过这些工棚 听见里面的一声笑声 非常开心的笑声 我进去发现他们在打牌 两三块钱的赌注 每个人都很开心 幸福其实很容易找 盖茨并不幸福 幸福是自己找出来 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刚才讲 但是我们的价值体系 我们的文化体系 受到了摧毁 最早新文化运动 摧毁了旧文化 没有见识新文化 文化大肯定 又把我们的很多价值体系 给搞乱掉 今天有的人学者来讲 我觉得 我并不完全同意 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好像有了一套法律 我们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那么回事 美国发展是因为法治吗 就是说这个人漂亮 是因为彼此漂亮 不对 大家记住 美国的整个经济的 美国社会的发展 它是基督教文化的 在基督教文化上面 建立一条法律体系 在这个法律体系上面 建立的政治体系 在这个上面 建立起他们的领导人的选举体系 整个体系比你想象的复杂多 而这只是简简单单一部分 假如我们今天 在价值文化体系 给摧毁的情况下 我们随便从西方 拿一点规章制度和法律 这就等于沙太山建楼 我们建不起来 我们需要的是 重新找回价值体系 让我们的年轻人明白 不要怪别人富 不要怪人家有权 而是我 如何改变自己 对社会有贡献 我寻找快乐 寻找幸福感 创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感 他会给你带来快感 但是快感的背后 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而真正的幸福感 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给别人在做什么 你会逐渐逐渐 从痛苦中 找到那些快乐 我坚信 也坚定不已 你们 会为我们 为这个国家 为中国 找回价值体系 而这才是 中国真正腾飞的时代 永远 是如此 一代胜过一代 而最最高兴和骄傲的是 我从你们眼光里 看到了希望 所以今天请大家 我们不要抱怨 如果你想成功 看任何问题 积极乐观地看 都是 这个时代 还不是你的 我刚才就说了 你们 有权力抱怨 但你们没有资格抱怨 等你们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们有资格抱怨 但你们有权力抱怨 你必须把它干好 今天你们还没坐到那个位置 二十年以后 别轮到我们抱怨你们 你们当年吹得很牛 现在轮到你们干 你给我试试看 所以 准备二十年以后的你们 中国是你们的 毛泽说 世界是年轻人 我今天是觉得 他讲得太对了 一定是你们 就是今天你们 还没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个位置有多么的痛 所以 我今天来 讲创业 我的网站 公司 将会全力地支持大家 但是我不想来谈 怎么具体 怎么做一家公司 碰上这些问题 在网上可以交流 我们有个云计划 可以大家交流 我不想在这儿做广告 但是我最主要是 人的心态 决定姿态 再决定你的生态 心态好了 自然会好起来 你们要比的是 二十年以后 谁 能够成为这样 至于 哪家公司 哪个行业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新浪 微博 抓住了这个时代 什么是下一个最好的 机会 告诉大家 上一世纪的商人 以抓住机会 为成功商人 下一世纪的商人 企业家 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才真正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去想 你为未来 你为社会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的人 才真正会成功 而真的要做这些事情 从完善自己开始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 社会不可能完美 因为社会 是有所有不完美的人 组织在一起 你的职责 就是比别人 多勤奋一点 多努力一点 多有一点理想 世界才会好起来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 我没有任何理由 走到今天 唯一的理由 我比 我同龄代的人 更加乐观 更加会找乐子 更加懂得 左手温暖右手 相信明天还会更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